汽车火锅,大家好 今天这是下午的夕阳的时候 看到好多人在运动哦 那我们就跟着杰哥 杰同学一起来溜直排轮 那无意追呢 我们发现到 哇,有太阳的夕阳 实在很美丽 杰同学 你在思考什么呢 我从另一头滑过来时 我发现有一头有月亮 有一头有太阳 这是为什么呢 杰同学 遇到这样的事 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因为你只要多留意一下 会发现这实际上 是常有的事 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月亮本身 不会发光 我们见到的月亮 是反射太阳的光线 月亮绕地球转 地球又带着月亮 一起绕太阳转的时候 月亮和太阳的位置 就不断变化 有时候月亮和太阳 位于天空中同一方面 或相隔不远 白天太阳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它旁边 但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 我们无法看到月亮 当月亮与太阳相差距离很远的时候 那么月亮就只能 夜晚的天空中见到了 其同学 这样子的回答你满意了吗 哦 我大概懂了 原来是这样哦 如果有问题的观众 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我们讨论哦 predomin�统的故事 我们下方留言 看我一些 那些靠近 摇爱 那些靠近 对 在公子 要 你 我